這個也是複雜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事情我不敢定一個指標或定論 我以前2019年第一年出歌的時候 我覺得是要做這樣的歌 到2020年已經不肯定 世上很多事都在變 很多事都定不住 所以到2021年我還在做什麼 其實那個processing 是很寬的 除了我一直在演變成長 我也在消化自己的這個process 我想你說演變最大是什麼 就是明白什麼都可以改變 我希望自己可以演變成一個有彈性 但每次去展現不同面貌的時候 都是可以展現得到的一個人 入行一兩年我真的很怕 我覺得很亂 覺得別人又不理解我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怎樣稱呼自己 怎樣形容自己 因為我開始是拍劇 做主播 就未正式唱歌 之後慢慢才開始唱歌 我又不敢說自己是歌手 我覺得不要說別人亂 我自己也亂 但我慢慢又覺得 嗯 可能我就是一個比較亂的狀態 這個常變就是我的不變 我長期都是這樣 我覺得最重要是現刻我知道自己做什麼 而我覺得暫時來說 無論是在演繹 主持 還是唱歌上 其實我覺得自己一直都很幸運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我很清晰每一個工作是什麼 我每一件事都很享受 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我記得當初跟監製 Alex Fung 做歌的時候 一開始不認識大卡 他說你有沒有想怎樣唱什麼的 我說我想真實的紀錄 你說得對 其實我個人說話很直接 難聽的說話簡直是挖 我覺得我想保持這件事的原因是 沒有人說一定是斯文就是對的 說話就是最好的 我覺得沒有一套這樣的定律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都做最真的自己 就是對世界最公平 最舒服 最自在 當你是最真誠地說 你真的說錯了 那你就真誠地面對後果 那個禍害 然後再真誠地學習 然後再演變 我覺得所有事情 只要你不要修飾太多 不要去overthink太多 其實可能那件事出來 更開心一點 省他很多無謂的猜測 你要這樣才是好一點 我不喜歡林二二 可能是性格 可能大家現在覺得 我是一個很繽紛的狀態 我突然間 突然經歷了一個人生的大變 可能我突然就 我突然間生的大變 是世代外 可能會是這樣 如果生命上是指引我去那邊 那我會容許它發生 但我不會刻意為了 我要突破 所以我突然間不出聲 我又未知會這樣 順其自然 年輕人他本質上 定義上他只是經歷少 也有些人說 你很順利 你經歷的事情很少 你都沒有經歷過大起大地 是的 我是真的沒有 但我的工作上 例如我去做藝術 無論是音樂還是演戲 我都是要靠想像 或者找一些情感去做 例如我沒有被隔離過 我不一定要被隔離過 我才能唱到隔離 年輕人 他們雖然未必經歷過很多事情 但不等於他們沒有思考 我覺得年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我特別覺得自己已經不太年輕了 還有一群更年輕的人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他們的思維很不同 或者他們很敢做 我覺得有趣之處就是 我們社會有不同年紀 不同背景的人 大家互相學習去探索 所以我依然覺得 只要大家用自己的方法去發光發言 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 不要緊 因為都是美麗的 都是值得學習的